万子良22年后,因为兑现的承诺向前妻道歉,田妞喂养孩子牺牲太多 万子良22年后,因为兑现的承诺向前妻道歉,田妞喂养孩子牺牲太多 曾经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,那就是最美的承诺之音太年轻,但是很多时候做不到的承诺就不要轻易许诺 万子良死前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他当年选择和田妞结婚 万子良在和田妞结婚的时候,曾说过一句话,三个人一条,言下之意就是他愿意和田妞一起扶养这个孩子,会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扶养 可惜的是仅仅过了四年,他就提出了离婚,理由是性格不合 而田妞和万子良离婚之后为了扶养女儿确实付出了太多,最近万子良现身时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他也算得上是时隔22年后,第一次因为为兑现的承诺向前妻道歉 直接说田妞为扶养孩子牺牲太多,为了扶养女儿付出的是她最好的年华 其实当初万子良想和田妞结婚,应该也是觉得自己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,结婚肯定也是彼此深爱的 他们结婚时还邀请来了邵逸夫作为他们的证婚人,不过年少的承诺,经不起时间的打磨 两个人到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 在离婚之后,田妞为了抚养孩子,多年来一直不肯休息 虽然因为透支身体生了很多病,但是田妞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不久之前田妞也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 在说到曾经的那段婚姻时,她的语气十分潇洒,直接说两个人离婚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见过 三年前刚好在车上遇到,但是心中已经没有其他的想法 年轻时候的田妞真的是肤白貌美,如果想要嫁入豪门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她还是选择了和年轻的万子良结婚,可能就是相信万子良会给她幸福 不过最后万子良还是让她失望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